截图的方盒子系列SUV是目前国内方盒子这种车型里卖的最好的 而这次他们就带来了全新的车型叫截图山海T1 其实从山海T1的名字就不难发现 它是要比T2车型会更加的紧凑 而且价格还会更有惊喜 外观来看还是非常精神的 丝叶草造型的灯组 以及带有这种绿洞造型的迎冰灯雨都是具备的 而且像这种比较硬朗的造型 配上这种独立式的前杠看起来就很有冲击力 你们别看这台车的长度是4706毫米 尺寸是比较的紧凑 但是它尽可能能把四个车轮往两边去扩 进而得到了2810毫米的轴距 这个轴距参数不输一些中型尺寸的SUV了 而且也能保证它得到了一个更好的越的接近角离去角 比如它有28度的接近角 29度的离去角 还有200毫米的最小离地间隙 以及600毫米标准的涉水深度 所以对于它来说去应付一些烂路上的勾勾卡卡都是没有问题的 轮胎搭载的是235 60 19英寸的轮胎 像这种多幅式很有力量感的轮毂造型 让它看起来也显得特别结实 同时235的胎宽以及60的扁平平 也让它有更好的烂路适应性 我特别喜欢上方这个轮煤灯点亮的时候 也显得非常的精致 像很粗犷的轮煤 以及这台车虽然说是一个承载式的车身不算高 但是依旧给大家配备了一个侧踏布 很实用的把手 包括上方的行李架也都是这种金属的 给了三个镂空可以卡更多的装备 都是很实用性的配置 当然像6.6千瓦的对外放电功能 也能带动更多的户外露营家电 当然除此之外呢 车内还有一个2.2千瓦的行车电源 在不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 就能在车内包饭了 说到一款方盒子SUV 我最初最担心的就是 它如果没有一个备胎书包 会不会显得特别的丑 今天我们看到山海T1的外观 虽然说没有了小书包备胎 但是整体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比较偏耐看的 同时四叶炒的尾灯造型和前大灯 也是相互照应 很有识别度 虽然说这台车已经定位到了一台 15万价位的紧凑型的SUV 但它依旧预留了拖车牵引姿势 它是可以在后面挂一个1.6吨的拖车 这个配置真的是特别的棒 好 咱们再看一下后备箱的表现 电动尾门开启 后备箱开启之后 现在尾门已经是完全打到最高的这个位置了 我觉得对比加量1米75身高来说 它好像稍微有一点点低 内部空间表现还是非常的方方正正的 同时第二排的靠背 4-6分比例可以完全放平 放平之后可以连成一个2米长的重身 虽然说今天没有给到后备箱容积的具体素质 但是我觉得它的表现已经非常可观了 除此之外 后备箱也给了很多的这种金属锚点塑料挂钩 可以挂不少的装备 两边也都有这种逃空间 12伏电源接口 以及我刚才说的了2.2千瓦的行车电源 打开这个盖板呢 这个盖板也是可以织上4个桌腿 形成一个露营桌 同时大家看到这里有一块非常深的一个暗格 是45升的 它是可以加装一个原厂的冰箱 可以在零下10度到零上10度之间制冷 然后我们再来看截图山海T1的车内和它的外观一样 非常方方正正 很有棱有角的设计 非常的硬拍跃影 尤其是很多越野车有的这种副驾驶的把手 下方的置物空间它都有配位 再说回我的驾驶坐姿 方向盘的盘幅呢也是比较偏大 有龙有角的设计很有握感 同时像中间15.6英寸的大屏 高通骁龙815的车机芯片 这也是全系标配 而且除了屏幕里的触控操作以外 下方空调新风系统的实体按键依旧有所保留 这个绝对是要给好评的 然后再往下看 像手机的无线充电 一个比较宽的挡霸 还有这种多模式的选择 都是具备的 当然像我们今天拍的还是个两驱版的车型 如果说是后期四驱版的车型 这里还会有多种的这种地形模式 后方就是比较基础的置物空间 下方也有贯穿的置物空间 以及充电口 中间这个扶手枪 其实开口来看的话不算太大 但是内部深度表现 真的是挺让人出乎意料的 而且也是能够连通空调的温度进行调节 好 再看一下我的座椅 座椅的整个椅型 我觉得支撑性这块做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像前排座椅也都有通风加热 而且主驾驶还有六项角度电动调节和记忆功能 虽然说山海T1是一个底盘 真的不算是很高的这种承载式的SUV 但它依旧做了一个非常粗广的上车把手 以及下方给小朋友预留的一个小抠手 太贴心了 然后整个车的轴距是2810毫米 这个座椅上按照加量1米75身高跳的加尔卓斯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加量的身高 而且中间它是这种纯平的地台 加量4三的鞋放到中间也是非常宽敞的 这个车的后排的座椅靠背也是给了两个角度可调 然后第二排整体的配置来看呢 像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USB Type-C充电口下方一块置物空间都有 而且相较于其他很多15万级的新动员车 它的第二排也是可以语音唤醒操作这套车机的 有这个功能 是要对比一些有商的车型只有给前排才会具备 所以说它这一点也是一个小优势 其他功能再来看一下 像中间的扶手两个比较基础的杯架 前方这里两层三个置物都 同时它的第二排依旧给了双层且是隐私玻璃 当然全车前排以及前方都是双层玻璃 让它也能带来更好的隔音紧密性 好 我们现在开上这台截图山海T1 一个很个性的方盒子的SUV 的确坐上来之后 它的视野感觉有点像开那种硬拍越野车 视野坐姿特别的爽 说回它的CDM昆蓬长篷混动 搭载的是一台156马力的1.5T温轮自家发动机 以及一台P3驱动电机 电机是150千瓦310牛米 当然像我们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前驱版车型 它的高配还有一个P4端的后驱电机 那一个在驾驶模式以及性能上会更猛一些 当然在储能形式上搭载一块26.7度的电池组 它只是150公里的纯电续航 当然满工满电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以前400公里的 好 报完它的基础的这些动力参数以外 说一下它的驾驶的感觉 像我们这一款呢 在驾驶模式上也是给到了经济舒适和运动 还有一个雪地模式 说一下前三者较为基础的模式 其实整体调的差异感比较明显 经济模式和舒适模式之下 整体的油门的灵敏度都更偏向于线性感 同时转向的手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虚位 就完全不像是一台比较追求这种操控感车型的调效 转向有一点点这种硬派越野车的这种虚位感 同时加速的感觉 以及整个制动的脚感又偏向于那种 完全舒适化定位的家用轿车的感觉 但同时当我们调到运动模式的时候 低速的这个转向的手感真的是特别的沉 而且整个油门的调校也会更加的灵敏 制动也会随动增加它的灵敏度 刹车会更加及时一些 但整体来说我也更愿意用它的舒适制动 这些模式可以调的范围还是非常多的 同时也是奇瑞的这一套非常著名的昆蓬混动 虽然说搭载了一个比较大马力的电机 但是可以对比友商的一些插混车型 它依旧是发动机的效率为主 也就能保证它在高速的时候 有一个更好的二次加速的后段动力储备 以及避免高速溃电失速等等这些问题 这就是奇瑞CDM昆蓬超能混动的一些 在技术方面的优势 像这台车底盘悬架方面呢 也采用了前迈伏性后多连感独立悬架 悬架形成可以看到是比较长的 最初我以为它会像我们之前试驾过的一些同类型 偏向于轻越级的SUV 会把悬架做的特别的软 实则它如果说在这类这品类车型里来说 它的调效我只能说是软硬适中 整体路感保留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但我认为如果说是一台更多偏向于家庭 或者说带一点稍微轻越野取向的车型 我更希望它把悬架调得更整一些 那么公路行驶的舒适性以及支撑性会更好一些 再像其他方面作为一台新能源车 它也是具备动能回收的 它的强动能回收 其实当我们松开动力踏板之后 动能回收反向扭矩的拖拽感也并不明显 其实整个的这套动力驾驶感受 也是完全偏向于油车的那种驾驶的调效 再往下说 说它一大好处就是这台车的隔音机密性 真的是特别用料 前方档前后四扇车窗 全部采用的是双层隔音玻璃 要知道这套硬件放的很多 20万以上 甚至说30万的车型 都是很少给你配备的 所以也让它带来了更好的这种隔音静密性 包括在发动机起机的时候 整个声音的介入也都非常的微妙 不太像一个15万级车型带来的这种隔音机密性 这一块表现必须值得表扬 总结来说 截图山海T1的确在一些方面 做出了一些青越野车该有的特性 同时为期待之后的四驱版车型 能够去带我们去跑一些青越野 或者这种烂路的体验会更有意思 好 这又是加量对截图山海T1动态方面的试驾感受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今天咱们体验的 这台截图山海T1 要去结合它的价位来说 它是在15万级这个价位 如果搁以往 可能说一台燃油的高配的SUV 你都不一定能下得来 但今天这台截图山海T1 不仅是一台插电式混动的架构 而且配置特别的满 再加上这么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外观 难怪说截图的方和的SUV能卖的那么的火 那么这台截图山海T1能否成为下一个爆款 好 这就是本期加量实测全部内容 我是加量 关注我 再来看更多新车